大家好 我是阿叉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帮客户做网站的价格 收费方式 提供的服务内容 还有一些案例经验 帮企业客户做网站 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年了 从做公司自己的网站开始 到帮朋友公司做网站 再到进入广告公司 帮甲方客户做网站 最后自己成立公司 帮助客户做网站 摸爬滚打快20年了 其实网站建设 这是一个小圈子 需要做网站的客户并不多 但是提供网站建设服务的 供应商却很多 我不喜欢同行笔稿竞争 也不喜欢打价格战 喜欢静下心来 平和的帮助客户做网站 所以我们的建设案例 并不多 价格也不低 给企业客户做网站 这是一门生意 接下来会把我们能做的 具体怎么做 怎么收费 服务细节和各位分享 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参考 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 下面正式开始 在我们的网站建设官网上 有三种网站建设套餐 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先把第一个套餐 着重详细地讲一下 后面的两个套餐 主要说一下和套餐一的不同 先说套餐一 wordpress响应式网站 标准版 这个套餐的价格是5000元起 一周做完 这个套餐适合大多数小型企业 包括初创公司 他们需要一个网站 用于商业推广或者商业合作 一号套餐的特点是 用时少 价格低 内容少 但是一个网站该有的 它都有 比如玉名 主机 网站的前后台 主题 还有必要的页面 还有新闻发布系统 下面一个一个的讲 先说说玉名 主机和备案 网站的玉名和主机 推荐客户自己购买 我们可以给予支持协助 因为玉名涉及到玉名所有者 玉名放在公司自己手里比较安全 由于是自己的账号 包括以后的续费通知 也比较方便 关于网站主机的价格 这个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要虚拟主机还是服务器 国内机房还是国外机房 不同用户选择不同 价格也不同 网站的玉名 主机和备案 都控制在客户自己手里 可以减少未来的风险 因为网站是企业的 不推荐为了图省事 完全交给第三方全权管理 再说说网站的内容 页面 文章 设计 显示 一个普通的企业网站 给访客展现首页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服务介绍 四五个页面是够用的 因为网站具备文章发布功能 可以发布文章 发公告 而且没有数量限制 虽然页面数量是固定的 但是文章内容是可以扩充的 为以后留有余地 网站的设计 对于企业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网站是公司的门面 专业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国际化 几乎是所有客户都想要的 这也算是网站设计的基础 必备的 如果再加上企业所带的行业特点 对于大多数的企业网站来说 保好这两点 网页设计基本够用 所以我给客户推荐的都是 国际化的网站模板 而且这些模板都是比较流行的 还在不断扩充中 这些模板都是付费的 拥有正规版权 之所以不用从零定制设计 而是采用挑选模板 这也是出于价格成本考虑 因为好的设计师工作时间很贵 就算是花很长时间来沟通网页设计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 也不一定比这种国际模板好很多 定制设计的具体结果 要看设计师和企业客户的磨合 与其把时间花在设计上 倒不如把时间花在挑选模板上 设计师的工作是要付费的 而客户挑选模板是不需要付费的 另外这种网站一般都是响应式 可以在手机电脑上自动切换显示效果 这都是网站模板的功劳 在签订网站建设合同之前 客户就能看到网站未来的效果 未来的样子 做到心中有数 接下来再分享一下网站建设的流程 以及企业客户都需要提供哪些内容 首先先准备域名主机 如果是面向国内的用户 这种网站还要做备案 客户选择网站模板 提供网站展示的内容 这些工作准备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网站了 这种级别的网站 制作工期是一周 在正式搭建网站之前 我们要和客户沟通网站的具体细节 比如网站的logo标志图片 还有网站导航菜单的具体内容 网站全局页角都放什么信息 首页的布局包括哪些板块 以及每个板块的图片文字和表现形式 从首页到其他页面 全部和客户过一遍 全站梳理一遍之后 客户知道网站未来是什么样子 客户也知道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 像文字图片视频 我们也知道每个页面该如何去做 把不能修改的地方 可以在这个环节告知客户 最后再说一下网站建设的价格 付款方式以及交付方式 5000元是网站制作的服务费用 除此以外 客户还要准备网站的玉米主机的租用费用 玉米一般是100元左右 主机几百元到上千元 都是年付的 网站的模板商用授权费是500左右 这是一次性终身授权 以后不需要再付费 我们在网站建设过程中 网站用到的字体和图片 尽量使用免费可商用的 这个套餐包含了一年的技术支持服务 如果第二年还需要我们提供支持服务 可以付费购买 也可以不买 我们做完网站后 会把网站的原代码和数据库交付给客户 客户完全可以脱离我们自己维护网站 也可以找第三方维护网站 我们的公司在北京 有需要的话可以面谈 可以开正规的增值税发票 如果需要专票也可以带开 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先签合同 客户支付全部款项之后 开始制作 如果价格超过一万元 可以分两期或者三期 在签订合同之前 我们需要把所有制作的内容都确定好 包括选定模板 以及每个页面的具体修改方案 网站完成之后 我们会给客户做培训 培训内容是如何维护网站 比如修改网站页面里的文字图片 如何发布文章之类的 这样客户就可以以后自己修改网站的信息发布文章了 如果想学WordPress建站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的WordPress课程 以上是建站套餐一的具体内容 下面看一下建站套餐二 WordPress响应式网站加强版 套餐二的价格是一万起 工期是两周起 它是在套餐一的基础上做了加强 主要是页面数量增加 而且还增加了对SEO 搜索引擎优化的支持 有的客户可能还需要更多内容 比如需要增加产品展示 或者多语言网站 那价格还会往上调 比如三万起 具体要看客户的实际需求 我们的报价都是和付出的时间对等的 网站资料的翻译和产品的发布 都是客户自己完成的 我们会有操作培训 比如如何发布产品和分类 套餐三是定制网站 这套方案和WordPress没有关系 价格是两万起步 工期是一个月起 这种建站的方式是纯定制 网站的前台和后台 都是定制的 定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来沟通和制作 但最终的效果 不一定比选拨版的要好的特别多 但是这个方案 能够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 前两个方案 套餐一和套餐二 算是通用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标准网站的基础上 做一下价减法 就可以适合大多数的企业和产品网站 但是有的客户 会有特殊需求 使用通用方案不能满足 可以用定制方案 关于我们的网站建设服务套餐 就讲这么多 谢谢您的耐心收看 如果有问题 欢迎给我们留言或者私信 以后再补充 希望我们以后能合作 我是尔柴 我们下次见 优优优独播剧石